在娱乐圈这个流量为主的时代 各个小鲜肉 小花占据了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从而出现了一些快餐式的影视剧 也诞生了一些所谓的流量演员 他们不是凭演技说话 而是凭借着他们自己的超高人气 在娱乐圈中快速地发展了起来 然而一些无论是在票房 口碑 还是演技都不错的老艺术家们却无稀可拍 我们也曾经看见过一些好的剧 最后却因演员的演技差而糟蹋了 自从演员的诞生节目的开播 让大众认识了许多有实力的演员 也看到了这些演员们 在切磋演技上的天壤之别 同时该节目也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还一度地被网友调侃为戏精的诞生 现在演员的诞生 改名为《我就是演员》 同样也是让演员们在舞台上同台标戏 导师从张子怡 宋丹丹 由业变成了张子怡 吴秀布 徐正 并加入了一位专业导演作证 阵容可以说是很强大 相信大家对这几位导师的演技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这几位导师在影视剧中塑造了人物形象 也深说观众的喜爱 在这个节目中 小编印象最深的就是演员任素希 可能有些小伙伴对他印象不怎么深刻 任素希因电影《驴得水》而让大众所说之 在演员中 任素希于多小青挑战 张国立的经典电影《1942》 在表演中任素希把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的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曾在节目上说过 他想演戏 但是都没有人来找对他演 他之所以来到这 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的实力 相信他这样一个只靠演技没有颜值的演员 而徐征也用了一句 我相信演员的春天来了 这句话来祝福他 在节目中和为导师对演员们的评价也是非常的犀利 往往都是一针见血 比如之前话题度较高的张新宇 他也来到了这个节目 在节目中他与张云宁合作了经典剧半生源 在舞台上穿上旗袍的张新宇很美 也让不少观众纷纷称赞穿上旗袍的张新宇很好看 在表演结束后 张子怡十分客观地评价了他 对他说 张新宇我恭喜你 你的生活已经波云见日了 不过距离舞台的波云见日 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此大家也觉得张子怡的评价 也是十分的到位 而且张新宇本人也对这评价很认同 虽然张新宇本人也演绎过多部影视作品 但是他某一些表演细节上还是有待加强 而张子怡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评价了张新宇的演技 相信今后张新宇在一部部剧的磨练中 演技会更上一层楼挞 什么是好演员 好演技的标准呢 不是靠剧情的山形来感动观众 也不是靠浮夸的表情和语言来表达 有时候在一部平淡的距离 没有多大幅度的语言表现 一个眼神就足以让你山人泪下 好演技会更上一层标准呢